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香港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维多利亚公园 市民运动小气好去处 二、迷敦道 从百年老街到购物天堂 三天后庙 香港岛的守护神信仰中心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维多利亚公园 市民运动小气好去处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运动健将 以及偶尔想逃离现代生活喧嚣的都市游侠 今天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来到一个既古典又现代的奇妙地方 维多利亚公园 这个市民运动小气的好去处 首先,让我们开启时光机 回到十九世纪的英国 当时,女王维多利亚正以其名字命名了无数的公园 街道和建筑 以至于她的名字比当时最流行的香水还要普及 维多利亚公园 顾名思义 就是在这位伟大女王统治时期获齐后 以纪念她的伟大而建立的公共空间 现在,让我们回到现代 维多利亚公园不仅仅是一片绿洲 它是城市中的一个历史印记 一个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片刻安宁的地方 这里,你可以看到穿着运动服的市民 在晨光中慢跑 或是在夕阳下练习太极 这画面简直比任何维多利亚时代的油画还要生动 但别以为维多利亚公园只是一个普通的休闲场所 哦不,这里可是见证了无数市民运动的战场 想想看 这些草坪和树木可能曾经是某场为了社会正义或环境保护的 示威游行的集合点 这些步道不仅仅是工人散步 它们也许曾是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声音而行走的路径 而且,别忘了那些在公园角落里下骑的老先生们 他们的对异可不仅仅是消磨时间那么简单 每一步棋都像是在重演一场威缩的战役 每一个将军都让人想起维多利亚时代的军事策略 维多利亚公园不仅是一片绿地 它是一本活生生的历史书 每一个角落都有故事 每一片草地都承载着过去与现在的对话 所以,下次当你在维多利亚公园中慢跑或是小气时 不妨想想 你可能正踏在历史的脉络上 你的每一步都是在这个城市故事中添上新的一笔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弥敦道,从百年老街到购物天堂 各位亲爱的历史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香港的一条街道 弥敦道 这条街,哦,不仅仅是一条街 它可是一段活生生的历史 一条见证了香港从渔村到国际大都会转变的长卷 首先,让我们世光倒流一百多年 当时的弥敦道,还是一条泥泞的小路 旁边可能还有几只鸡在悠哉的着实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条小路逐渐变成了繁忙的商业街道 如果说弥敦道是香港的一条血脉 那抹着血脉里流淌的 可不仅仅是人潮 还有著无数的故事和梦想 弥敦道的名字来自于香港第13任港渡弥敦爵士 Sir Matthew Nathan 这位爵士可不是普通人 他在任期间推动了不少基建 让香港的面貌开始现代化 不过,我猜弥敦爵士在天之灵也未必能想到 他的名字会跟这条街道绑在一起成为购物狂的朝圣地 说到购物 弥敦道可是名副其实的购物天堂 从平价的小店到高端的品牌旗舰店 应有尽有 这里的商店像是不需要休息 从早到晚总是灯火通明 人来人往 如果你想体验一下什么叫做人挤人 那莫来弥敦道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不过,弥敦道不仅仅是购物的天堂 它还是美食的乐园 从地道的港式茶餐厅到国际美食 这里的每一口食物都能让你感受到 香港这个大熔炉的文化多样性 有时候,我会想 弥敦道上的每一家餐厅 都像是一个小型的联合国 各国美食齐聚一堂 当然,弥敦道的变迁也是香港社会变化的缩影 从早期的移民潮到现在的国际化 从小商贩到大型商场 这条街道见证了香港的繁荣与变迁 每一块砖,每一块瓦都有它的故事 只是,这些故事太多了 我们可能需要另外开一门课来讲述 总之,弥敦道就像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书 只不过这本书是用霓虹灯和橱窗展示的 它告诉我们,无论世界如何变迁 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未改变 下次当你走在弥敦道上 不妨放慢脚步 感受一下这条街道的脉动 说不定你会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小故事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天后庙,香港岛的守护神信仰中心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香港岛上的超级明星 不,不是那种红地毯上闪闪发光的影星 而是一位拥有无数粉丝 年纪可是有点大的超级巨星 他就是天后妈祖 首先,让我们来点基本知识 天后庙,又称妈祖庙 是供奉海上保护神妈祖的地方 妈祖是中国沿海地区的信仰中心 特别是对于那些以海卫生的渔民来说 他就像是海上的救生员 随时准备拯救遇险的船只和船员 在香港,天后庙可谓是星光异议 分布在各个角落 但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 位于香港岛上的天后庙了 这些庙宇不仅是信仰的中心 也是社区的核心 就像是一个老朋友 总是在那里静静地守护住大家 其中一个有趣的故事 是关于香港天后庙的建立 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艘从中国大陆出发的船只 在狂风巨浪中遇险 船上的人们祈求妈祖保佑 结果奇迹般的安全抵达了香港 为了感谢妈祖的庇护 他们在岸上建立了一座天后庙 从那时起 妈祖就成了香港岛的守护神 走进天后庙 你会立刻被一股浓浓的香火气氛所包围 香烟缭绕中 信徒们虔诚地献上香火 祈求妈祖赐予他们平安和好运 而庙宇的建筑 本身也是一大看点 那些精致的木雕 彩绘和桃塑 每一个细节 都透露驻将人的心血 当然 除了崇拜和欣赏 天后庙还是一个社交热点 每年的妈祖诞辰 庙会上热闹非凡 有龙诗舞 戏曲表演 还有各种小吃摊位 简直就像是一场盛大的派对 妈祖也算是香港岛上 最会搬派对的老人家了 总之 天后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场所 它更是一个文化的象征 一个社区的聚集地 一个历史的见证 下次当你路过香港岛的某个角落 看到那些香火鼎盛的天后庙 不妨进去转转 说不定你也能感受到 那股守护神的神奇力量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来到了维多利亚公园 弥敦道和天后庙 维多利亚公园是一个结合了古典和现代的绿洲 它不仅是一个休闲场所 更是一本活生生的历史书 弥敦道则是香港岛上的购物天堂 充满了无数的故事和梦想 而天后庙则是香港岛的守护神信仰中心 它不仅是一个宗教场所 更是一个文化的象征和社区的聚集地 我们在这些地方可以感受到历史的脉络 并且体验到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从未改变 下次当你有机会去这些地方时 不妨放慢脚步 细细品味这些地方的独特魅力吧 那么亲爱的观众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于这些地方有什么样的印象或者经历吗 让我们一起进行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